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太的频道 今天有一宗突发消息 我也是刚刚吃饭的时候看到的 在英国的东伦敦 昨天星期三的时间,晚上九点半 就出现了一宗无差别的枪击事件 话说在东伦敦Hackney这个地方 那时候晚上九点半左右的时候 就有一间是位处于一条叫 Dalston Kingsland High Street的土耳其餐厅 就叫做Evan Restaurant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地图 这个就是这间餐厅的位置 这就是Evan Restaurant 据报道说当时九点多的时间 突然间有一个蒙面的车手 就是开着一辆电单车 就在这条街那里经过 然后就在这个门口停下 就开了六下窗 当时因为这间餐厅本身晚上开店的时间 门口这里都会有一些露天的位置 因为它有个闪棚 对出来有些位置被人坐的 门口就有三个人中枪倒地 分别是26岁和42岁和我记得三十几岁 另外里面还有一个妹妹 9岁而已 也都新中枪 不知道中了多少枪 现在就送去医院 那我情况就是危态的 那暂时这一件事这么轰动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无差别的枪击案 那有一些目击者路人呢 就说他当时呢 带狗散步 刚刚走过转角 那就听到有六下很大的巨响 那一听就觉得已经是枪声了 他转头一回去那间餐厅门口那里呢 就已经见到很多人是倒地啊 跟着是有鼻子啊 尖叫啊各样东西啦 那其中有一个餐厅里面吃东西的男人呢 也都益述呢 当时呢 他就是见到个枪手呢 就是对着好像没有目标性地这样开枪的 是 那然后有些人中了枪呢 他还帮他找件外套呢 是帮他包扎止住个伤口先这样 那现在这个女孩呢就暂时未 就是未说生命有危险 不过情况就比较critical一些啦 现在在这个交互病房里面 那警察呢是暂时未捉到疑犯的 也都不知道疑犯的性别啊 年龄啊 国籍啊 或者是肤色啊 有多少个人啊 有多少个人啊 也都是暂时未清楚 那另外呢 就是有附近的居民呢 就怀疑这一宗呢 是那些帮派的仇杀案来的 就是杀个人才能进去的那些 是的 因为那个女孩呢 就跟他前面中枪倒地的三个人呢 是完全不认识的 是 但是就报纸没有交代 那三个人本身自己又认不认识呢 那这个不清楚啦 那我相信那个女孩就应该不是目标 是 应该是坐在教前面的那些人 看着在窗边 是有可能是有目标 也都有可能是没有目标 就是有大部分的目击者呢 认为啊 是可能跟一些毒品交易啊 或者一些黑帮仇杀是有关系的 那但是目前呢 警方呢就还没查出呢 那个事件那个原因是什么 那这件事呢 其实都挺惊吓的 很惨的 就算你是黑帮仇杀都好啦 那虽然你一般人呢 就会感觉认为 喂 我不是黑帮 我又没去做这些犯法事 那那照到你 你黑帮仇杀都不应该 不关我事啦 那你现在是大规模和教父式 咕 chilled 這樣射 有很多無辜的人受牽連 我去吃飯 我怎樣預計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如果預計到就不會去 還有 你是很難去避免這些事情發生的 不然不出街嗎 不出街都不一定可以的 你家裡會亂衝射射 你家裡怎麼辦 那個問題是 可能你去這些餐廳吃飯的時間 有時候你可能要想一想 是不是不可以坐在門口的位置 你還要想那麽多 我只想哪裏更光亮 都已經麻煩了 你還要想那個位置 有得想 她坐滿人 她做了一台 難道你不坐嗎 如果你想吃那間餐廳 其實你是很難避免的 可以說是不能避免的 簡單來說你是不能避免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因為她的事發地點 本身那個區有少許問題 因為那個黑尼區是東倫敦的 那為什麽我說她有少許問題 因為我曾經 我記得我Half Term的時間 那我就跟同學沒有地方住 那時候 那又過了18歲 不需要Guardian那些 那就自己出去倫敦租屋 那一定是的 一Half Term不是回家 不是去別處 一定是出去倫敦 因為倫敦多東西玩 那但是又沒有錢 身上的銀量又不夠 那當然唯有租一些比較便宜的地方 那當時我就跟我同學是租了這個Seven Sister來住的 那Seven Sister呢 就我剛才翻查地圖 就跟這間Even Restaurant 近乎是同一條街 就是它再上 再向 再對上 是的 再對上一點 那就倫敦的這個東北部的位置 那通常這一區域呢 這個區域呢 是較為雜的 真是較為雜的 比較密集 因為很多人的 還有就是有來自於其他國家的人是比較高的 那你見到這個地圖其實很多的土耳其舖 很多不同的地方的舖的那些舖都有 那這個跟種族歧視無關 但是問題呢 我自己親身的經歷呢 其實當時呢 我就跟我同學呢 就住了在一個角樓那裏 一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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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它那些Terrace屋來的 好像一個Loft Room那樣 很舊的 二百年屋這樣 那他真的在屋頂那裏呢 就間了一間房這樣 兩張床這樣 都不是真的床 兩張床屋而已 即是住到這麼差 是很差 但那時候我不知道的 預約的時候 預約的時候好像很漂亮那樣 那進去住呢 我就發現 我們是唯一在裏面住呢 是這種短期租的 其他人呢 他們都是租 都是短期 但不是我們那種 我們那種是租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他們是一個月一個月租的 他們是一個月一個月租的 而他們呢 就是那些東歐人 當時因為是做歐盟 那很多東歐人來英國打工呢 就share那間屋來住 那原來share kitchen share toilet 那我是一生人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即是這樣的狀態住 即是在很多人的 那間屋是說有十幾人住的 但其實他只有四五間房 那就是最小的 是啊 我都不知道那來的膽來的 那時候是 又不覺得那間屋裏面的人有問題的 我記得有一個波蘭女仔在 我也有跟她聊天 有說有笑的 但是就感覺有些很odd的感覺 又沒有去到覺得危險的 但是你當時有沒有覺得 odd 當時覺得奇怪 即是覺得有一種很陌生 很三寶的感覺 是 即是一點都不welcoming的那個feel 但是呢 又沒有去到覺得 覺得說我住在那裡很危險 有人爆門進來的那些 完全沒有這些想的 那時候 也都連笑無知 也都不覺得有那麼多的罪案 根本沒有想過 是啊 那我們出街又沒有車的嘛 要搭巴士 搭地鐵那些 那走出去呢 就發覺附近真的很多黑人 簡單來說 真的很多黑人 那黑人都不要緊的 那我也不會特別害怕那個黑人 他知道不對我做些什麼 但是就是因為他有對我做些事情 所以我對那個印象就很差 就是我走過一條天橋那樣 前面有個黑人走過 那原本大家相安無事 他就突然間在我面前吐口水 然後就向著我們說髒話 那我們是完全沒有出聲 沒有跟他說任何東西 就這樣走過的 那就是自那一次 日光日白大庭廣眾 那自那一次之後呢 我們就 就是 住在裡面近乎不是很出來的 直接不是很出街 那捱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我就打死都不會再住在 就是那一頭的地區 因為倫敦我住過很多地區 Marble Arch我都住過 以前有些大學的同學 是很有錢的住在Marble Arch的 完全兩回事來的 那些沒問題 直接兩個世界 因為 其實沒有很遠的 其實不是很遠的 但是根本完全不是同一個世界來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住在倫敦的朋友 你自己要懂得分 就是有些區域是 不要整天踏足 或者是 尤其是Hackney這些地區 晚上的時分呢 就可能會比較閘一點 多人一點 還有倫敦真的很多電單車 我們開車出去都是見到的 周圍飛來飛去的電單車 很多電單車 甚至乎我見過有些電單車 甚至乎會產上行路再下去 都見到有的 所以大家出街 如果是倫敦區域的朋友 要比較注意一下你們的安全 這類型的槍擊案我想說 不是經常發生的 如果是經常發生都不會上頭跳 希望倫敦警方可以快些抓到人 因為越大的新聞通常都會越容易抓到 是 也都是無可避免的 坦白說 你怎樣避免呢 這些事情 你只能夠避免自己去這些區域 只能夠說 盡量不要去一些比較 品流複雜一點的區 每一個城市都會有的 倫敦這些國際城市 一定有一些地區 是一般的 品流比較複雜一點的 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 剛才我們說了 關於倫敦 可能東北的地區 可能有一點雜 大家可能避免出入這些地區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很有趣 其實我幾年前都已經有想過 不過我跟大家討論一下 大家又覺得 是不是有這樣的現象出現 如果你打開英國的地圖 我現在打開英國的地圖 給大家看看 我發現 其實大部分的城市 都是東面 北面 這些位置 是比較差一點的 就是治安 或者是樓家 或者密集程度 各樣東西 都是比較差一點的 然後南邊 西邊 那些通常比較好一點的 我以Bristol為例 Bristol 宋太太比較熟一點 Bristol 南邊 就有Badminster 這個就OK 再西邊 有Long Ashton 還有一些什麼地方 Clifton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OK的 一些貴一些的區域 是吧 但是譬如你去到 右邊 東邊 譬如聖George Eastern Eastern 都是樓價比較低一些 或者是 傳統來講 傳統來講 我不是說一定是差 我不是說一定是差 現在是 以比較 以對比來講 就 譬如以前選樓 我們會選可能是 Badminster Badminster Retland Bishopton 然後 Stockgiven Long Ashton 這些區 集中在西南面 那些地方 或者西北面 這些都會是較好一點的 即是在選選地區的時間 好 這個是Bristol 然後我們又看看 譬如是 Badmingham Badmingham 也有同一個現象出現的 你看到 Sorleo Sherley 都是在南部 東南部 然後 譬如你在在 再南邊一點 譬如你Eastern Harborn 這些都是不錯的區 Sherley Oaks 都在這一頭 都是 比較上是OK的 但是如果你回到東北部的話 譬如在Eddington 這些位置 Star City 之前也發生過一些槍擊案 我記得 Soli 這些位置 Peaky Blinders 那套 英國劇集 即是講 一百年前英國那些 古惑仔 Silly Murphy 是的 Smithwick 就是集中在 上面東北部 這個地區 好 我們再看照片 譬如我們看 這個 Nottingham Nottingham 同樣都是的 你看看 南 西南部 sorry 東南部 西南部 這些 你有Beaston 有West Bridgeford 這些都是 香港人都很熟悉的 Nottingham 一些比較好的區 但如果你選擇 東北部的話 譬如有Jetling 這些 現在其實都OK的 Mapley 現在都還可以的 但是 相對上來講 你跟West Bridgeford Beaston Clifton 這些 這些地區 始終都是有少少的差距 譬如你再上去 再看 Manchester Manchester在哪裡 很遠 左邊 Manchester 又是 你看看 南邊有Stokport OK 然後左下角 Sale 然後有Alternum 下面 Sulford 在西邊 都還可以 又不是說 差的 但是肯定沒有Sale 那些那麼好 但是譬如你 看回 東北邊這一邊 譬如你 Altern那些 就較為上 在整體的觀感 就差一點 不是說他真的很差 但問題 如果你有比較上來講 就會是 西南邊 或者東南邊 這些地方 是比較優勝一些 我不是說 這個是絕對 純粹是從我自己個人 去看了那麼多樓的經驗 聽那麼多人說的經驗 或者看樓價 各樣的地區 那似乎呢 就是有一個Pattern在那裡的 那我不可以肯定 那絕對這麼說 我也都有很多城市 我不是太熟悉 那所以我不可以說 100% 這個就是英國的Pattern了 那但是 似乎看下去 是有一點點 有跡可尋的感覺 那但是呢 我又想不明白那個原因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大城市 都是有這樣 約莫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規劃 就是都是 譬如可能富裕一點的 或者是那些 屋大一點的 漂亮一點的 貴一點的 會集中於在南部多一點 或西南部多一點 會不會跟陽光有些關係呢 就是因為陽光照到後花園的機會大一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之前很多年前 幾年前 就做過一集 很受歡迎的 就是講南北分水 就是說英國呢 大部分的財富都集中於在南部 是啊 那北部呢 就缺乏一些基建啊 教育啊 所以要起HST 是啊 連一個 連一個平均壽命啊 都有分別的 就是你住在北部 和住在英國的南部呢 連人均壽命都有差距 不單止是你的財富有差距 教育水平有差距 治安有差距 那但是怎樣分南北呢 就是你當大概以Birmingham 這樣的位度呢 就間一條線 就打斜間上去 一隻大白兔就打斜間上去 那就 Birmingham 以上的呢 就叫北邊了 Birmingham 以下的呢 就叫南邊這樣 那但是這個是以整個英國來區分而已 那都有個道理啊 因為那個本地在倫敦嘛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每一個城市單獨去看的時間 都有這樣的一個分佈的情況呢 我覺得其實不是很合理的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或者覺得這個是不是真的一個現象呢 歡迎你在留言留言告訴我 那我這個 澄清一下絕對是沒有一個絕對性 也都沒有一個可靠性在這裡 因為純粹是 Based on我和阿松太姐 在這裡住了那麼多年 見到那麼多不同城市不同區域 就是得出來的一個大概的感覺 是差不多的而已 那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歡迎都可以在留言留言告訴我 那第二宗新聞呢 就是關於水的問題 那又來多一宗了 那話說這宗呢 這次是關於一個 Thames Water事 Thames Water呢 就最近在這個Gilford Surry地區的Gilford 就進行了一個水質檢驗 那就發現那裡其中 一個叫做Bromney的地區 就有一些水是有污染的問題的 那現在呢 就向當區居住的民眾呢 Gilford在這裡啦 Bromney在這裡啦 向當區居住的民眾呢 就發出了一個緊急通知 就叫他們呢 暫時不要用那些水後水 就是他們的水後水呢 為什麼不可以用呢 就是因為最近在Bromney 就有一個 Petrol Station 有一個加油站 就發生燃油洩漏事件 那些燃油呢 是流了下去他們的飲用水的水源那裡 那現在就檢測發現呢 它裡面的有一些 叫碳氫化物 Hydrocarbons 就嚴重超標 是 那就會影響你的身體健康的 那所以呢 就叫那裡當地的居民呢 就不要用那裡的水呢 是作為任何的食用的處理的 煲那些水可以不可以 那這次這個事件呢 就比上一次我們講的那宗呢 有那些什麼微生物呢 就更加嚴重 那個微生物呢 你是煲滾了的話 可以殺死它嘛 就沒有錢了 那但是這一宗就不行的 這一宗呢 如果你用那些水呢 是用來煮食呀 或者拆牙呀那些呢 都有機會是影響你身體健康 那它說呢 你可以用來洗澡 和洗手 那除此之外呢 你就不能夠 就是任何進食到 不要吸收它 是的 就是這些液體 你是不能夠進食的 就算是煮熟都沒有 就算煮熟都沒有 所以現在呢 住在這個地區的人呢 他已經向六百多戶的住戶呢 是發出了緊急通知啦 那目前還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就是 唯一的受影響範圍 有機會是擴大的 那但是現在呢 就他建議呢 所有受影響 以被通知的人呢 就全部用這個瓶裝水 就是煮飯呀 或者是你擦牙那些呢 你就用瓶裝水去做住先 那所以如果住在 Gilford Surry區的市民呢 你們記得要留意回 你自己的地區 有沒有可能會受到影響呢 或者你要對這件事 就是仔細一點去觀察 會不會有機會 那個污染的範圍是有擴大的 好 那第三單新聞呢 是一單大新聞來的 那就是話說呢 英國皇家油政呢 就已經有這個五百年的歷史了 那但是英國皇家油政呢 就跟這個郵局的服務呢 是分開了的 現在油政服務呢 就是負責是郵差純屬 迅速去送信的嘛 那就是一個星期有六天 一個星期有六天呢 就都要維持這個派信的服務啦 另外呢 就at least有五天 星期一至五呢 就是連包裹都要派的 星期六呢 就沒有包裹派的 所以你星期六 你很少收到 Roll mail寄給你的包裹 通常都只是 是的 通常呢 會收到什麼呢 TV License那些 我告訴你 TV License的牌子 都離譜了 為什麼 我這個月 收了幾間新屋呢 就是幫客人呢 去到呢 什麼都沒有 剛剛拿鎖匙而已 地上就一定有一封信的 現在打開 永遠都是TV License 收到什麼這麼快啊 今天才成交的 就是你還快過我 我拿鎖匙都不夠你快 好厲害啊 真是TV License 所以呢 這個王家有證呢 對於 對於這個TV License 來說是尤其重要的 很重要的 我相信 我相信最大的客人呢 就是BBC 話說這一間呢 擁有五百年歷史的 五百年的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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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部東西裡面 現在呢 就要過主了 就是現在呢 有一個商人呢 就打算是全面收購 Roll mail 這個送信的服務 那因為Roll mail呢 在2013年的時候呢 就分拆了出來呢 在這個London Stock Exchange那裡 上市的 私有 正式私有化 那我記得當年 我和松太還跑去抽新股 嗯 那我呢 抽了回來之後呢 一個月之後 急不及待已經買了它了 好像賺了幾百塊的 不買都沒用 現在都是 都是放在那裡不動的 那個股價 Anyway啦 那當它私有化之後呢 那就 因為所有東西都要自負盈虧嘛 政府就沒有太多的資助給它 那所以它變相呢 現在呢 就是負擔起很沉重的壓力 那我之前也有講過啦 有說可能一個星期派六日信呢 就可能減少到一個星期派三日信 隔天一、三、五、二、四、六這樣派啊 是啊 甚至乎呢 就說那些包裹有某部分呢 它又不會 就是五天都派了 那可能一、兩天是有包裹派等等 有很多方法都想過 因為一直都在那裡虧錢嘛 那所以呢 現在呢 就有一些白武士的出現呢 就是去拯救這個Roll mail 白武士是不是Postman Pat啊 是不是Postman Pat and it's black and white cat啊 那是怎樣的 那個卡通啊 你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Postman Pat and it's black and white cat 你沒有看過的嗎 你BBCC有看過 我們這些是沒有看過的 那個白武士穿著螢光衫啦 那紅色背心啦 再加一條黑色的短褲 就好像他那樣 是不是 不是 它是一個捷克的一個褲箱來的 那這個褲箱呢 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非常之有型啦 那話說這個來自捷克的褲箱呢 那個名字呢 就叫Daniel Kristinsky 那他呢 就是希望呢 是收購這個 王家游政的 那他提出呢 就給50億的英鎊去收購他 那其中呢 還包括呢 收購了他現在付的債務 他真的非常之好人啊 那除了他收購他的債務呢 他還承諾英國政府呢 他除了會是 就是私人去營運他之外 不需要政府的資助 再加上呢 是給這個政府去定期去審查他 因為他本身是國營機構 還有他代表著一個很重要的英國的服務 那現在呢 其實這一間Royal Mail呢 是給一間叫做IDS的公司擁有的 那現在IDS呢 其實前身都是Royal Mail 不過現在改了一個名字叫做IDS 所以呢 是一直都沒有賣過給其他國家的 就是將國家的服務 你私有化完之後 直接是賣給一個外國的人 那所以呢 這個外國的人呢 去買這一間公司呢 是有很多條件他要遵守的 譬如呢 他必須要承諾自己是會做英國的稅務公民 就是交稅 是的 你賺了錢 記住交稅 賺了錢記住給點我們 是 收過路費 第二呢就是你要保持著現在的服務 要維持著有王嘉佑 只有Royal Mail這個牌頭 現在的服務是六天都派還是一、二、三、五派啊 不是 維持著六天都派信 OK 維持六天都派信 維持六天都派信 不是 OK 維持著六天都派信 就招救 同樣的服務 一樣是用那些郵票 是的 那你所有的東西 完全要維持不便 無論你的品牌啊 那些員工那件衣服啊 就是繼續都是那件反光衣 紅色背心和黑色褲子 是的 冬天都不准穿長褲的 可以的 他們不喜歡穿長褲 他們不喜歡 他們不喜歡 因為我知道有香港人是做郵差的 我不知道有些香港人的郵差是穿短褲還是長褲 我不知道 可能穿長褲呢 過多幾年都會變短褲 那你是真正融入這裏的生活 不過那些郵差穿短褲呢 會不會是因為呢 因為經常都下雨啊 那下雨 你長褲 長褲是的 吹得更加厲害 短褲快乾嘛 長褲你不是要濕多一半呢 要乾多一倍的時間 穿短褲呢 就會乾得快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原因 但是呢 這個褲商呢 我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為什麼他要買這個弘家郵政呢 是的 那報道是沒有說的 報道只是說呢 他有很多的嚴格審查啦 甚至乎呢 他要給 就是開放更加多的權利給那些員工呢 在一間公司裏面有更加多的發言權 甚至乎可能有些決定性的決策權和否決權 那但是 聽上去沒有什麼好處 對他來說 聽上去對這個褲商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那但是他真的很有錢的 譬如他曾經在倫敦呢 就買過一間6500萬英鎊的一間屋子 然後呢 就以每個星期呢 25000英鎊 就租給那時候非常之紅的 Justin Bieber住的 現在都很紅的 Justin Bieber 他買一間超貴的屋子回來 就當Airbnb租給一個頂級的國際巨星住 有沒有一些國際巨星想住我家豪宅啊 這裡有Airbnb放租啊 有錢人真的立刻不懂 是啊 有錢人想的東西是匪夷所思的 我是他呢 他也曾經是在俄羅斯那些寡頭 那些Oligard 很有錢的Oligard 那他手上用了幾千萬英鎊 在巴黎是買了一排別墅的 別墅還要一排 是啊 還要在巴黎 所以呢 所以呢 他的有錢程度呢 就不是我跟你可以想像的 我知道有一個人我們幾熟悉呢 是可以想像到 新衛城 是啊 他可能比他那麼有錢 他是新衛城那些級數的那些有錢人來的 所以呢 就是他們為什麼要買這個Romeo呢 我就不得而知 我相信他應該是有其他業務想發展的 比如可能跟Online shopping那些有關係 就是可能是想包覽了其他的那些Delivery來做 可能想跟這個DPD啊 那些什麼Evry啊 那些就是Parsal Force 就是壟斷了Parsal的 可能的 就是可能想 是啊 我用Royal Mail的牌頭來壟斷你整個Delivery的Service 也有可能的 有這樣的可能性 有錢人他怎樣花他的錢就不輪到我來講 但是呢 這間500年的基業呢 就很大機會 變了捷克 從此就變成捷克的基業了 好啦 那最後一單呢 就想說說說新衛城昨天的袋 那我昨天說他的袋750磅 鬼死那麼貴啦 黑了他的名字 黑了他的名字 對 黑了他的名字 那我叫什麼Tumi T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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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那就我孤流寡民 很多人說香港很多人背的 那我以為香港人只是背Gregory 那原來呢 就是比較多有錢人 我就沒有聽 我就聽都沒聽過這個袋 因為我是很少背背包出街 那有什麼情況下我會背呢 譬如去旅行啊 各樣東西 去帶我的衣服出街 那我就時必一定要背背包 那我就說我的背包呢 是35磅買的 那些人說 你那個背包這麼便宜呢 在哪裡買呢 那我沒猜到呢 有幾個人來問我 甚至有人私信來問我 那我今天一次過在這裡回答大家 OK 究竟我的背包是什麼牌子 還有在哪裡買的 那我真的在Armason買的 那現在貴了一點點的 37磅99的 對 貴了 貴了兩磅多 那你自己去看吧 那我買的那個呢 是灰色版本 那它這裡現在就貴一點的 43磅99的 黑色那個都OK的 那就是在這裡 那實物就是在這裡 那我真的要介紹一下這個背包 因為是我用過 算是叫最好的一個背包 首先呢 它這個背包呢 它後面是有一個專用的位置 這裡 有專用的位置是放Laptop 這個位置 就好像一個Laptop袋一樣 還有呢 後面那個位置 比較厚一點 除了去保護你背部 我覺得最主要是保護Laptop 我的保護背部 就不值一萬幾兩萬元的 我覺得背部都很舒服 有Cushion 就不用怎麼保護的 最主要就是Laptop 放在這個位置 就十拿九穩了 那然後前面這裡 很大的空間呢 其實你就可以放你的 那些camera 那些咪 equipment 線啊 那樣東西很方便 iPad也不用放在後面 放在這裡隨手 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然後呢 這個背包呢 有一個很欣賞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通常你拿這麼多電器 的器材 就經常都要充電的嘛 那大家看不見到呢 這裡是有一個USB頭 為什麼這裡有一個USB頭呢 是一個USB頭來的 就是因為呢 其實呢 在背包的後面 在背包的後面呢 你可以 駁一個USB的 一個 那些Power Bank 是 那一條線 這個USB頭是一個洞 來的 你就可以穿過去那條線 在這個位置 哦 那你喜歡插iPhone也可以 iPad也可以 什麼Pad也可以 對 只要你的線夠長 那我可以插住它 哎呀我沒有電了 這樣 我就要充電 就一路充住一路用 那你不用插住那條線 就代褲袋那些嘛 超麻煩的嘛 那這個是我非常欣賞的地方 另外呢就是 它的內格是超多的 那我是病懷來的 因為剛才啊 松太為了 把這個袋 充電給大家看 我是拿了很多藥出來的 那些Pareador啊 那些敏感藥啊 那我 我整天都一堆個 都放在這裡 還有它呢 有很多分隔 它只是 這個前面那層 這個後面那層 那所以呢 你去到機場呢 過關的時候呢 你就不會要整個袋 打光出來 把所有東西搬出來 你只是把你 緊要的 譬如iPad啊 Laptop啊 所有那些 它要檢查的那些呢 可以分類 你就可以分類了 你知道我的Laptop呢 就在最後面那一架 接著iPad呢 最前面那一架 中間那一堆呢 是啊 前面都還有一架 前面還有一架 超多 是三層的 是三層 那在這裡呢 就可以放護照啊 那些呢 那些卡啊 那些 你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那我自己就真的覺得很方便 三十多磅 我這個袋呢 已經用了兩年半的了 那現在都還處於一個呢 現在都挺伸促促的狀態的 其實它是 是啊 也都不用洗的 基本上 因為它被我折磨過很多 還沒說完 你旁邊還有兩個位置 可以放水盡 是啊 剛剛好放到水盡 放遮蓋也可以 那還有呢 最後這裡呢 這個位置呢 就是整個插進個小箱那裡 那就是很穩陣的 所以我覺得 三十多磅 我對它沒有其他要求 很坦白說 還有我已經用了兩年多 我經常租賊它 我連線頭都沒有掉過 那這個袋呢 在Amazon呢 有萬三個review 那全部都四星 即大部分都四星以上 那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比較合理的一個option 那如果新衛城你有看到我的影片的話呢 我多強烈推介你下次去 去什麼貧困地區啊 要假裝貼地的話呢 不妨可以試試一個真正貼地的背囊 那其實呢 網上不止這個的 我看到有些十九磅 二十幾磅都有選擇的 我覺得選擇方面呢 甚至乎比在香港多 香港沒有Amazon 很難看到哪個袋好 哪個袋不好 review好不好 你英國就方便了 買這些東西 那還有我有一件事說了 這個袋很輕的 單手拿呢 你是不太覺得它很重量 因為你買袋 你最怕買一個重的袋 這個是 你拿下去呢 你是覺得它特別輕的 手指一隻手指都可以拿得起 我不是賣廣告 我沒有任何收益的 所以 所以大家自己上網選擇 你選擇的時候 可以選擇那些computer backpack 你打這個關鍵詞下去 那你就可以找到很多類型這一款 那我自己就 so far用了那麼久 我就比較心碎這一款 我也會把那條購買連結 放在Description和置頂留言 大家自己可以進去參考一下 好了 今集節目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的影片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何時出片了 下集再和大家見啦 拜拜 拜拜